上届欧洲杯亚军,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足,大家好,我是船长啊,继续来聊欧洲杯,昨天呢,刚说完,本届欧洲杯的最大冷门,是杰克尔淘汰了荷兰,今天的这场场比赛,个人认为呢,是欧洲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晚上,两场比赛这个剧本呢,都差不多,但是过程呢,却不一样, 克罗地亚这场呢,就是,他已经拼了,已经拼得很厉害了,然后确实是实力不支,包括体能不支到最后,能拖进驾驶赛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法国这场被瑞士淘汰,瑞士真的是配得上这场胜利啊,博士把自己给玩死了,得上呢,这场比赛呢,他变阵了,他原来是四后卫,这场比赛他排了 是三中卫,打了一个三五二,那么三五二这个阵容呢,呃,我 我个人来认为啊,呃,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说说过,我说三中卫可能是一个,呃,未来的一个潮流,因为呢,他的这个优点特别多,三中卫中路特别稳定,然后两边,他的这个两个这个,边后卫可上可下,是吧,那么,呃,法国队呢,他的优势是在于什么呢,他的优势在于他前面有一个母八配, 啊,中间中间有一个坎特,能够当一个屏障,那么呢,后面本前面呢,又 用八配这种速度选的这个前锋,他就特别适合去打什么 防守反击,但是呢,呃,得上呢,他可能认为啊,呃,对手是瑞士,啊,比较弱,他的 呃,说实话,小看了对手,他真的小看了瑞士,包括所有的这个球迷们啊,你不管你是专业赌球的,还是 呃,伪球迷,100个人里面,我相信99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吧,我会跑太掉瑞士,但是呢,呃,我估计得上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他今天排出来一个 352,因为什么呢,他看瑞士 小组赛里面,排出的就是352,那么,他为了配合瑞士,因为他觉得呢,呃,自己跟 转法国跟瑞士打,没有必要去打防守反击,因为打防守反击呢,你想把瑞士勾引出来,然后去打他个反击,很困难,因为瑞士,他没,没有,打心眼里,就没有认为瑞士是一个强队,那么 这样一来呢,这个格尚呢,他就想当然的,排出了一个352,他排跟瑞士一模一样的这个阵型,那么 呃,他认为呢,这个法国队啊,自己是 毕竟都是高配吧,高配的球员,对你这个标配的这个瑞士,呃,他觉得应该是革心用手的,但是问题是啊 打三中位的前提 是你的这个两个边,这个边后卫,他一定要 非常的积极的去防守,然后,上前助攻的时候呢,也要 尽量多的去插手,去助攻 但是你看法国的两个边啊,帕巴尔 从小组赛上,这个状态就不好 左边呢,他放了一个拉比奥 拉比奥呢,他是 中场出身啊,所以呢,你看他们两个人对 防守的这个贡献,非常有限,然后在进攻上也没有什么建筑,对吧 导致什么呢,你两个人,你如果防守不积极的话 中间本来是三个人,你两边就空了 所以你看瑞士就拼拼的在 两边去打抱这个法国,那么法国你如果想 这三个中卫把自己弄的都不会了,其实三个中卫挺可怜的 他们三个本来没事,前面放一个坎特,其实是没事的 但是由于这个两边他 不经常回来 不经常回来的话,他们三个就是撑开 一撑开,你中间一放 放一个坎特也不够啊,对吧 那放两个,三个,这样才行 那么他一撑开就给 瑞士大把这个机会了 然后法国这边呢,你看他虽然进了三个球,还 创造出了很多机会,但是你看啊 他绝大部分的这个机会和进球 还是来自中路,要不是伯格巴,要不是格雷兹曼,对吧 呃 边路对 球队的这个进攻的贡献也是寥寥的 所以呢 很明显他的这个 3-5-2,得伤的这个3-5-2是失败的 假如说我要是法国队的助理教练的话,我在半场或者说打帕,最晚最晚在 法国3-1领先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得伤 讲,我说换回四后位 因为 顶不住了,因为瑞士这场比赛 他虽然 过程都是3-1,到最后这个80分钟的时候都是3-1啊,你看西班牙那场也是从3-1追到3-3 瑞士这场也是从3-1到最后追成了3-3平 但是这个不一样啊 克罗地亚最后是真的坚持不住了 他是坚持不住了,他基本上就是会被西班牙打爆了,西班牙就是 呃 就是便宜了这个克罗地亚打了一个5-3,不然的话还能过进两个 但是瑞士这边,瑞士真的有可能 呃,在不提点球的情况下,淘汰法国的瑞士这个点球如果发进的话,而且 呃 沙歇尼还有一脚非常精彩的任意球 是 两个 瑞士球员去包抄,没有没有抄到,假如说那球稍微碰一下 进的待遇是相当大的,所以呢 瑞士是真的有机会 呃,去解决掉法国的,那么法国既然他三比领先来了,德尚应该看到自己的这个球队问题所在 他应该在这个时候 就赶紧的撤回四后卫,把拉比奥换下 或者说,你把帕尔换下,把这个边,你把后卫进行回防吗 但是很遗憾啊,瑞士依然就是说,他踢的真好,瑞士这样的比赛,说实话,踢的真好,他跟踢 这个 是0比3输给,还是1比3输给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瑞士是 截然不同的两个球队,而且他的这个战斗属性非常的强 真的 让我,让我感觉到有点惊讶 特别是在 加时赛下半场的时候,你看那个瑞士 一处众志成城的这个样子,真的就是他那个 扎卡在 在这个 瑞士的这个球员都被围成一圈,然后在这边喊话 你看那个眼神,坚毅的眼神,就是法国队 没啥比的 法国你看这个格雷兹曼下了,或者是后来这个本泽马也下了 本泽马这场球员是发挥的不错的 换上了那个级鲁,你就不说别的 法国队里面 你看 有伯格巴这么一个部门的因素 我承认伯格巴在 他高兴的时候 在他 特别坚定的时候,坚决的时候 他是球王级别 但是呢 你不得不承认伯格巴巴的这个性格 他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是高兴,什么时候他是这个 不开心 但是他跟格尚的关系可能很好 就像这种不确定的这个球员呢 拉比奥也算是一个 对吧,拉比奥也算是一个 然后对内你说姆巴佩 跟这个基鲁关系呢 还不知道好没好 最后把基鲁还是换上来了 首先呢,说这个352你不打 防反的话 姆巴佩的作用就被大大的 降低了嘛 因为姆巴佩 他是靠速度的话 他前面你打这个阵地站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不打防反的话 留给姆巴佩的空间不够多 他根本 启动不了自己的速度 他刚一启动就出底线了 所以 这是 姆巴佩今天发挥不佳的一个原因啊 还有就是法国的不确定民属太多了 你看不到 你从他这个队员身上看不到 瑞士队的这么 球员 坚毅的这个目光 真的是看不到 而且瑞士队很拼啊 瑞士很拼 所以呢 到后来 法国队最后 被拖进了点球大战 那么点球大战最后 就放了姆巴佩 怎么说呢点球大战就真的就是看命啊 瑞士这场球是真的 踢的跟法国呢 就是说他是有机会的啊 克罗地亚的是差一点 他是真的是侥幸的去逼平了 西班牙 比较幸运啊 那这两场球呢 打致来说 就是 这么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是瑞士 对西班牙 本来我不看好西班牙的 但这么一看的西班牙 他真的有可能进四强 因为西班牙踢的呢 他要比 法国要稳一些 你说 说实话真的 西班牙踢的要比法国稳 他玩自己的这个传控啊 当然呢他有自己的一些小漏洞 呃 但是踢瑞士的话 我认为西班牙还是 他踢了自己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传控足球 那么 西班牙的 真是有可能进入到四强 这样一来呢现在 夺冠的大人啊 上届的世界杯的怪亚军 葡萄牙和法国都被淘汰了 那么接下来剩下的 豪门球队啊 传统意义上的豪门球队啊 就剩下意大利 西班牙 英格兰和德国 就剩下这四个 就传统意义上的强队嘛 咱们不说其他的 呃 最后呢真的八强里面 传统强队就剩三个 就剩三个 对吧 呃 这些欧洲杯呢真的是 不要怕没有冷 冷没有的是 欧洲没有多 真的我们看了 这么多场比赛啊 丹麦也好 捷克也好啊 包括 今天的这个 瑞士 呃 没有多队 真的是没有多队 所以呢 赌球的小狗伴 呃 还是要 奉劝一句 就是小心 小心 然后 接下来呢 我觉得 比赛 这个 大战会 刚刚开始啊真的很少见就是说 这么多强队在淘汰才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这么多 这个 是是很少见的过往也有但是 这么戏剧化的这么精彩的这个比赛 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 大家简单的 聊到这 有问题或者是 有想法的话 视频想好 留言 谢谢大家